大家都知道世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 他对冒充他的作品还有假画的人 他毫不在乎 他说做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 就是我的老朋友 我是西班牙人 我不和老朋友为难 而且那些鉴定师他们也要吃饭了 而我什么都没吃亏 为什么我要对他们做一些什么呢 宽容是对别人最大的恩惠 一个不经意的宽容或有益的谦让 能让你舒怀 让别人幸福 这就叫以德福人 人生是公平的 没有人特别受到眷恋 眷爱 我们在人间通常被自己认为 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所击倒 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整天以为我受到了不公平 我难受 我受苦 我想不通 慢慢地生了重病 所以我们在无始业障中 应声倒下 而带有业障 就犹如被别人打倒一样 而往往打倒自己的就是你自己 因为业障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生出的 我们天天动坏脑筋 天天在造业 我们恨自己的父母亲 就是给父母亲在造业 所以在人间 大家记住台长的一句话 幸福的背后 藏着一堆的悲哀 欢喜的背后 是一串痛苦的历程 勇敢的人 要面对人生 要理解人生的 烦恼和无常 才会学来人辱精进的真谛 面对人间的苦难 我们要想得通 要乐观 很多妈妈被孩子欺得半死 身体非常不好 结果就有一个人跟她讲 都是讨在鬼 那一天开始她想通了 原来上辈子我是欠孩子的 所以算了 我也不生气了 她是一个讨在鬼 那我就得还债 这样的心态 你就会想得通 想得开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智慧 他就整天乐观 开心 发喜 感谢了